我上次去她的后院发现有一些木材 大人 大人不好了 什么事 刚收到消息 箱子里发现一名宫女的尸体 敏儿 我口渴了 帮我倒茶 敏儿 敏儿 人呢 敏儿 太子哥哥 怎么了 表情这么严肃 发生什么事了吗 服侍你的宫女敏儿 今天早上被发现 暴毙在城东的巷子了 怎么会 你是不是见过那个玉面玩偶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从小到大只要说谎 就会用手碰下耳朵 然后避开自己 到底发生什么事 太子哥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那日 我在一个玩偶店 看到那个精美的玉面玩偶 我就想买下 可是那个老板偏偏不卖 他也不看看我是谁 我可是柳阳郡主啊 于是 我一气之下 就把他抢过来了 那玉面玩偶在哪里 后来 我看那玩偶实在邪门 我就让敏儿拿到宫外去扔了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出事 太子哥哥 你说 我是不是也被诅咒了 你说那家玩偶店在哪里 来 李师傅 你们这儿要卖桃木的吗 要桃木做什么 我想磕点东西 记得上回啊 进了一批桃木 但我不确定有没有剩下 要不我到后面帮你找找 不用不用不用 你先坐 我自己去找 要我说啊 这个年夫人也真够可怜的 我听年家的下人说 去年她嫁进年家以后 就是因为没有生育的能力 这年老爷跟婆家都看不起 现在又出了这种事情 我看她以后的日子更难过了 你说年夫人没孩子 没有啊 年家也没钱给她娶妾 所以这个年老爷 天天跑到千乐房去花天酒店 十天前有个年老爷 说帮女儿买完奥 我去玩奥店找一下木材 大人你干嘛去啊 入小来我危险